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中课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9月24日 今天介绍的圣经人物是尼哥拉 意思是人民的征服者 尼哥拉来自安提阿 原本是犹太教徒 后来成为基督徒 他被选为耶路撒冷最初的七个执事之一 耶路撒冷的教会增长十分迅速 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使徒们渐渐无法对教会内外一切的大小事务 亲力亲为 他们忙于传福音 执行各种教会行政事务 以至无法及时处理一些重要的事 这个是教会中某些团体的感受和经历 讲希腊语的犹太人 对希伯来的犹太人发怨言 因为他们的寡妇 在每日的食物分配中被忽略了 这个究竟是事实啊 还是个人的看法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观点上的差异 事事导致很多的问题 因此 使徒们就决定 将他们宣教事公中的社会福利事务 交由一个特别领导小组 这些人就是今天的主角 尼哥拉和另外六个人 使徒的选择 不仅是受到尼哥拉和他六位同仁 在社交和组织能力的表现所感动 他们也都尋找具有好明星 被性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选 从表面上来看 他们的工作似乎着重在组织内部 和行政上的处理 但使徒们将他们所做的事工 也都视为熟灵的工作 与他们自己所做的事工如出一次 出于这个原因 使徒为这群领袖们 举行了按手仪式 将他们所当作的工 献给上帝 今天教会的男女执事 正如尼哥拉一般 他们在教会中处理各种事务 他们的工作同样也是熟灵的工作 这个是他们和其他教友都应该永远记住的事 我们一起祈祷吧 良善的上帝 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教会里面一切的工作 都是熟灵的 阿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继续延伸阅读 《使徒行转》六章一至七节 好了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